我認為這個疑慮跟爭議都蠻大的 移送調查是剛好而已 我發現柯文哲偏執 說他會不會是去拿什麼匯款 背後有什麼利益 我倒不會這樣子去質疑他 那他應該也不是一個會貪的人 我跟他家境也很好 他的生活也很簡卜 但是他就是糟糕在他那個個性 他那個死個性 他那個死樣子 他就說大行一最糟 大行一最糟 你最糟 好啊 那你的屬下就通通讓你一個人決定就好 那就看你出求 他說藍綠都有 好 那藍的誰 綠的誰 現在不是正在查嗎 你就把名單交出來 反而不交 不講清楚 我是個自行 裝神弄鬼 柯文市長從上升到現在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說他拿不出魄力 我覺得他有心魔 這個心魔就是說可能他一上任的時候 一方面他還一直沉浸在當選的喜悅 二方面他背後公媽派 這些長輩們派了那麼多太子少保 他們也是另類的薯條三兄弟 三個都一對寶 你看 洪斌 台志光他起了頭 一旦 對 有